大家好那今天有点时间和大家呢聊一下 如果你有一只这个6R的P320手枪 那如何来更换你的这个弹侠的这个释放牛 那么如果说有些朋友一直是右手使用者 那没有问题啊 对你来说呢这个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那如果说你是一个左手的一个使用者来说呢 那这个弹侠的这个释放牛在这边呢 可能对你来说呢就并不是很方便 那么我们如何来把这个弹侠的这个释放牛 从这边转到这边来 好那咱们现在就操作一下这个事情 好这个Magazine是这样的 咱们把它拿开 那这个结构呢其实很简单 它这边呢等于是只有两个东西 一个是它整个这个连接感在这边 一个大的一个连接感在这边 还有一个呢是它这个连接的一个小的 一个小笋在这边 里面还有一个小弹簧啊三个东西 OK那我们怎么操作呢 大家可以看得到这边 如果你把这个按钮按下去的时候 从这边大家可以看得到 从这边 这样这样看得到 这边露出一个小洞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露出一个小洞 那么呢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工具呢 我们需要一个像这样的一个工具啊 前面呢是有一个有一个长度的一个非常尖尖的东西啊 像一些类似于像扎椎一样的东西啊 那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尺寸要比要和你的这个洞啊 是要再小一点 所以说呢大家需要找到这样的一个工具 然后怎么操作呢 咱们把它翻过来 拇指呢顶住你的这个按钮 把它按下去 按下去以后呢 你会看到呢 它会露出一个 它会露出这个小洞了 然后你用这个锥放到这里面 斜着放进去 然后一点点翘一点点向上翘翘一点点挪 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小笋就出来了 那么出来以后呢 慢慢的咱们给它好 我把它往下放一下 咱们给它拔出来 OK好 这个小笋就下来了 那这个呢就从这边出来了 出来的慢 大家呢慢慢的拿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这里面有根黄在这边 大家看到啊 这边的黄就出来了 不要轻轻的拿 不要把它掉在地上 可能丢了或者是找起来很麻烦 OK这样就下来了 是这样一个结构 当然还有这个 OK就这么样一个小东西 如果你你把它拆下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是这样的一个三个小东西 一个大的连接感 还有一个小栓 然后带一个小的弹簧在这边 OK是这样一个样子 好 咱们把它放到这边 那么呢 也就说这弹簧呢 你可以拿来的 咱们看一下啊 它等于就是平躺的这边啊 平躺的这个 平躺的这个草里面 咱把它再放回来 放回来呢 然后咱们这样翻过来 咱们挪到它的这个右手边的这边 好 咱们把它这样再放进去 是这样的一个样子 OK好 等一下 这边有点操作起来 有点不太方便 OK 好吧 这样就放进来了 放进来以后 咱们还是把它按下去 把它按下去 按下去以后呢 咱们把这个栓 把这个小栓 连接栓 再给它放回来 我看一下这个面 这样的一个 OK 好 这样就给它装回来 好 就是这样一个结构 那么 这个就从左边 移到了右边 那如果说你是一个 左手的一个使用者来说呢 现在对你来说 大拇指就没有问题了 咱们把这个 内置放上来 这样的话 没有问题 这样对你来说呢 如果你是一个 左手使用者 那就会方便很多了 OK 就这样一个 今天的小分享 好吧 感谢收看 拜拜